哈喽大家好 酱烧蒜香藕夹的教程给大家整理好了 希望大家喜欢喜欢的双鸡coco6 感谢大家好老铁一直以来的支持 谢谢大家 首先呢我们来备料 我们准备藕一个我们给它去皮清洗干净 然后呢我们准备这个蒜蓉辣椒酱 首先呢我们把这个藕呢我们顶刀切 切到三分 藕的三分之二处不要切断 然后我们第二刀呢直接给它切断 切成藕夹 然后我们全部切好备用 然后我们准备新鲜的肉馅 加入葱姜末 一勺的蚝油 一勺的维基鲜酱油 半勺的盐 半勺的鸡精 半勺的鸡精 小半勺的十三香 打入一个鸡蛋 我们向一个方向搅动 让它搅拌均匀 这个调味 然后呢我们陷入这个鸡炸中 全部做好呢我们放入盆中 然后给它裹均匀淀粉 然后我们锅中烧油 油温烧至五成热 下入给它炸至 炸至 炸至外皮发硬 炸至七八成熟 我们给它捞出控油 然后呢我们锅中留少许的底油 加入半勺的蒜蓉辣椒酱 小半勺的番茄酱 少许的味鸡鲜酱油 我们给它炒香 炒香我们加入适量的水 水呢按紧做多少就可以 只要我们放入藕夹 小火炒至两三分钟 给它炒至入味 淀淀大的盐什么就不用放了 然后呢我们大火收下汁就可以了 简单好吃 大家学会的双击鼓励 谢谢大家